诗篇 第三十八篇 耶和华 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 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 因为你的剑射入我身 你的手压住我 因你的恼怒 我的肉无一完全 因我的罪过 我的骨头也不安宁 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 如同重担 叫我担当不起 因我的愚昧 我的伤发臭流浓 我疼痛 大大全躯 整日哀痛 我满腰灼热 我的肉无一完全 我被压碎 身心虚弱 因心里痛苦 我就身淫 主啊 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 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 我心颤力 体力衰微 眼中无光 我遭遇灾病 良朋密友都袖手旁观 我的亲戚本家也远远站立 那寻所我命的射下罗网 那想要害我的口出恶言 整日思想轨迹 但我如笼子听不见 像哑巴不能开口 我如听不见的人 无法用口答辩 耶和华 我仰望你 主我的神啊 你必应允我 我曾说 恐怕他们向我夸耀 我失脚的时候 他们向我夸口 我就要跌倒 我的痛苦常在我面前 我要承认我的罪孽 要因我的罪忧愁 但我的仇敌又活泼又强壮 无理恨我的增多了 以恶报善地与我作对 但我追求良善 耶和华 求你不要撇弃我 我的神啊 求你不要远离我 拯救我的主啊 求你快快帮助我